主料,番茄2个,洋葱半个,土豆1个,红萝卜80克,卷心菜200克,辅量,油,盐,排骨250克,清水2500克,白糖30克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胡萝卜,番茄去皮,洋葱分别切丁,卷心菜寿司大拼备用,土豆需要用的时候再切丁, 锅上火加入底油30克油,7成热,下入洋葱,胡萝卜丁,翻炒均匀住香味即可盛出备用,排骨桌水蓄水末后,入锅内加入清水约2500克大火烧菜转小火煮月20分钟想节省时,煎的朋友可以用高压锅,然后蓄入胡萝卜,洋葱,番茄丁在煮20分钟高压锅中火压15分钟后可加,入胡萝卜,洋葱, 番茄丁,卷心菜和土豆丁需压3分钟,最后加入卷心菜叶和土豆丁煮软后,加入调味片调味即可,成品,颜色子非常好看,烹饪技巧, 罗宋葱骨糖营养价值很高,能维护人体正常运作功能,维持胃炎正常分泌,促进食欲,改善全身的营养状态,不论是老人,小孩还是你自己都是非常适合平时做配餐食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